我一百零二歲,二十一年,一百一號生的 如果不是自己年齡,我背得出來嗎? 歡迎一萬歲 歡迎本財,歡迎無辣,歡迎朗朗利物 過去什麼,我現在還利息幹什麼? 我住過監獄也要告訴你,住了十八年 你又喝有什麼,我有什麼 這是死心靠,這是死心料 我出生在孤家仔 就是現在的福興公園那邊 不是,福興公園就是我們孤家仔的一部分 你聽懂嗎? 理解 就是被法國侵略者變成法國公園了 鴉片戰爭就是以後有了租建 那麼我們這個土地被他弄掉一部分變成福興公園了 當然不叫福興公園,叫法國公園 法國公園,我是21年 1921年 說雞的 說了屬性就沒辦法改了 因為要12年才有一個雞 是的 你小學在哪邊讀的呢? 小學叫東普中學 東普小學 早期的小學了 叫東普小學 讀完小學就讀了初中 然後讀了高中 然後高中 後來讀了大學 我們60人進大學 出來這三個人 不像這人進去多少出來多少 我們進去60個人 這三個人畢業 那您讀書成績這麼好 和您家庭有關係吧? 那當然了 我們四代蘇香 蘇香門第 您是兄弟姐妹幾個呢? 三個 我大哥是猴的 我說雞 小弟是狗 猴雞狗 兄弟三人? 20年 21年 22年 您當時家族這麼大 您父親這一代他們做什麼產業的呢? 我們從唐朝 宋朝 明朝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 七個朝的 一千年都是當醫生 所以我能得到當醫生 在執政的時候是不做中醫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不會相信中醫 您讀大學是讀的哪一所大學呢? 聖長使UNIVERSITY 聖又汉大學 這個大學名氣大的 對 東方哈佛當時 但是沒有了 50年代的時候沒有 為什麼沒有 52年有一個階級鬥爭 沒有雪兒想播的 沒有硝煙的 叫院戲調整 是的 凡是教會學校 還有國民黨辦的 像中亞大學什麼 讀強敵 牵壁怎么办呢 禀到各个人 我说很小的女性 那您和张爱玲是校友呀 她比我年长一岁跟我大哥同学 您见过张爱玲吗 她她是医生不是别医生 我不是说吗 60人都 是的 这时候她跟我不是一个院 是的 文理神医 我们医学院她是文学院 各行路各山 医学院您读了几年呢 8年了 就现在医生不好 每个医生都8年了 是不是 您医学院出来以后 到哪里参加工作了呢 国民革命军 你是做军医去了是吧 抗战时期不当兵 就是你不爱国不爱民主 我父亲也是军医啊 就您去当军医了 那个时候是四几年应该是 对 就是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以后 后来的变化应该挺大的 共产党军队 当然了被俘虏了嘛 你在哪里呢 在延安被俘虏了 大延安把我们通通装进去了 装到共产党的口袋里面 你在延安那边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马上送到富顺 东北富顺 又送到东北去了 世界有名的炉天煤矿 战法改造所 在府顺序那边待了多长时间呢 18年 我有最后一批 那您出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75年 这不出来我就死在里面了 75年您又回到了上海是吧 没有 给您安排工作了吗 给点生活费吧 给点生活费 一定要有到一个中学到临时教师 代科教师 其实没鞭子 理解的 相当于赤脚医生这样的 你这个理解太棒了 50岁了 近50岁了也 那个时候您成家了吗 28岁进去 18年你是做啥家的 那个时候您还是单身了是吧 单身 老婆跳楼自杀的呀 您是做军医之前就结婚了 16岁 你读圣约翰大学之前就结婚了 老朱总要看第四代第五代 你懂这个意思吗 你解了 是的 大户人家讲究这个的呀 讲究一个传承嘛 这么多钱干什么 顾家花园给谁啊 要人丁兴旺 是吧 现在也是这样 是的 为什么要计划生命运 生了再生 有什么 生不错 儿子不罢休 你发胆也好 你大妈也好 进监狱也好 我就是 那您结婚以后要了几个小孩呢 8个 8个小孩 有解放前的有解放后的 英雄母亲光庸妈妈 那你也没结婚 是的 五几年都是光与妈妈 就您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几个小孩 我16岁 我老婆13岁 第一段婚姻有几个小孩 就讲到 我爸爸也是这样 我被我爸爸一脚踢下来的 他16岁 我母亲13岁 一个上海叫小偷 龙太红 我太红 我全部下来我来了 我6岁之前不会走路 不会讲话 什么病都生过了 所以我现在不生病 没打过症 戴科老师你做了多久呢 后来有新的政策 我上海有家我有房子我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嗯 您在东北最困难的时候 最难熬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我想我一辈子没做过业 做过坏事情 我必然能活下去 有个信念支撑着自己 对 当然 没信念嘛 我们里面的人三种人 低的死亡 非的 瘫痪 没的疯狂 我三样都没有爱到 就您回到上海以后 生活发生改变 也是到中学到代科教师 继续代科教师 或者是做清洁工业行 反正是不如编子 不加载花园就是我家呀 是的 复兴工业这是其中一部分 就80年您回来以后落实政策 对 不是全部还 我这个身份他不能补给我 我说蒋介石的外孙 不是外生 不是 格雷特格雷的生 是格雷特格雷的生 就是 是第三代 我的祖母跟蒋介石是唐兄妹 有这一层关系的 对 就是蒋介石1887年 我祖母是1875年 比他大12岁都是祖的 这个唐介比他大12岁 对不起 你这个人一开始是何年了 风化 这叫宁波风化 不合你了 主机那边 西口城 西口城 对啊 西口城 几天祖宗在上海创业了 就像打工都到上海 有的人还继续打工 有的人就放财了 您在顾家花园那边住了多长时间呢 回到上海以后 住到现在 我不是说吗 一天在这一天在 因为老人跑不动啊 特别有动了 对吧 我一无堪平就一无到底啊 后来您的工作发生变化了吧 没有变化 就是后来成为有编子的教师了 无松中国晓得吧 无松 无松连书还是中 一松 无松中国晓得吧 一天是许国宋的中 许中的 也许中的 我没搞个事啊 我都帮我 我把你省我费啊 知道吧 是白日语 不是教师 老师是个名义啊 有个编制了 有个编制了 有个编制 您不用去上班 你上上高手 那你 没什么就是汉劳保守了 你这样的人跟你上班 学生都被反动就管了 这个意思 那顾医生您在这个学校 就十年以后就退休了 因为你五十岁进这个学校 没有五十五岁 五十五岁 那五年之后就退休了 提提 退休之后做什么呢 那就开始 在公园里面生活 一无堪病 只要你不怕我要死你 我都看 那有点肯定的 你没什么 我不要钱 不要女人 我还有什么可以骗吗 人无非骗了也有东西的 年轻人的时候骗女人 我这个老婆也是骗了的 因为她觉得我 看马兵很软散 把她老公看好了 那最后还是死了 因为她常年 洗烟 这我没办法看 那她老公亲日脱宫 我老婆山东人 很老实的 我不放心 你跟金舟嘛 我说她知道你老婆愿意 这不由你做出的 你死了你就不能做出吧 你是她丈夫 不是她父亲呀 就是父亲不能做出的 是吧 你说的是啊 我那个时候 陪了一个山东老婆 你和阿姨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吧 40年 小孩都在美国了 那是很久了 80年到现在43年了 是的 你之后的生活就一直在公园里面 就给大家看病啥的 I love nature 我爱自然 I love books 我爱书 那您如何保养自己这么长寿呢 不要保养 保养就是造势 乔布亚 从你到这种养生有样 我竟然去铁党吃的呀 这个药吃了长生不老 甚至都是拖 上海岛敲壁啊 我去插嘴 弄这个药是长生吧 弄这个药我帮你 护你护你 弄一扇吧 然后我生一扇 一点是皮子 是她懂 所以你看我 你我的皮子还懂的 那顾医生 您刚退休的时候 那个退休工资有多少呢 85年左右是吧 辛苦了 无价贵一下 68块 您现在退休 有近40年了是吧 43年 43年 是 您退休工资 有哪些变化呢 现在 物价涨了 物价补贴 补贴到怎样一个高度呢 现在 就是当日是 70块左右 现在是3000块 不是3000块 6000块左右 10倍吧 物价恐怕不止10倍吧 顾医生 也就是说 您现在的生活 是每个月6000块的退休金 左右吧 左右 你爱人退休金有多少呢 她跟我差不多吧 两个人加起来有很多 她是革命工人节 解决到解决 您的小孩在上海的有吗 都出去了 我们这种系统 在大陆不能发展 像我这种性格 从前是有声力太 现在的社会是历生有态 你们的行业是这样的 顾医生 我在有个视频里看到您说您的退休工资有2万8 两万8是 那些人要增加点击率 现在成了他们给我加上去 你懂得 不是您说的您的意思 我没说 他们为了他们的点击率率上去 就像此小孩在这里 不能进行 所以可以 想通过 优优独播剧场也有两个人 受优独播剧场